現在我們來看看怎麼蓋房子 那蓋房子的話呢 也是SWYOM3D的專長 你可以用新的 也可以 延續你現在的都沒有關係 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假設你要用新的 每次 都開個空白的 還是會有點 不知所措對不對 所以他有一個好處來 各位看一下 在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來自範例的 反正你現在買房子也都不是自己蓋的嘛 都是看了喜不喜歡 買了 對不對 喜不喜歡是爸爸買給你的 所以你就來自範例把他按下去 來這邊 有沒有剛開始比較寒酸一點因為剛畢業沒有錢 先用工作室的 等到呢有錢一點了 哇一樓公寓的 然後呢再來就升級二樓公寓 有沒有 等到再有錢一點 變四樓的 所以越下面這邊 還有有夾層的 你喜歡哪一個你就選那一個模型 就給他點下去就有了 不過呢在這九個裡面他們有一個特點 他們的 這些 你所看到的這些 有模型 但是沒有材質 也就是他都是用顏色表示而已 因為他希望你自己來 對不對 自己的家自己準備嘛 所以說我先把你有基礎建設 然後呢你再自己去 規劃一下你的廚具 或者是牆壁這些材質 那如果你覺得這幾個還不夠怎麼辦 沒關係 在官方網站上面 有沒有比較尋找更多範例 因為官方網站上面 他也有提供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官網上的 就是所謂的畫廊 你往下走往下走 這裡 都有 他的原始檔 我們Suihom3D的原始檔叫SH3D 就Suihom3D的原始檔 所以呢 他上面都有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下載 看你要哪一個 那這裡面的就真的有包含那個材質 所以你下載下來的檔案就跟他一模一樣 這樣了解嗎 那我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其實Suihom3D 我們剛做到現在 你所知道的就是做2D的 做3D的對不對 我跟你講 他線上的也可以 什麼意思呢 我們進到這邊 各位他可以做網頁 做VR的網頁 從這裡按進去 有沒有 你看這是原始檔 旁邊是不是叫3D animation 你把它按下去 等他一下 因為我們Suihom3D可以輸出成HTML5的網頁 你的模型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互動 各位 這樣有沒有覺得 今天來超值 當然這個要等一下 你可以自己發佈 我跟你講 怎麼發佈在這裡 在那個工具裡面 工具裡面 有沒有一個輸出HTML5 他就會把你所需要的網頁 然後那個模型腦就輸出出去 材質都弄好 變成一個資料夾 你只要把那個資料夾 丟在網路上 就是你的主機上面 就可以看到 你如果在自己電腦上 沒辦法直接打開 因為它是HTML5的 所以沒辦法直接打開 你要丟到 你有一個主機的空間 丟上去 才可以看得到 好 那麼我們看看他 載入了沒有 好快好了 好現在我已經載入好了 各位 你可以看到下面這裡有兩個沒有講 就是這個 試圖的部分但是沒關係 你有沒有發現我在跟他做互動 有沒有 我們 像不像在軟體裡面的操作 對不對 那你今天要進去裡面看你可以滾輪稍微靠近一點 但是要進去裡面看就要從下面這個地方 這個叫做虛擬的 拜訪 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自己選擇我要去哪裡 好比如說我要進到他預設的我就按一下 有沒有進來了 你可以在裡面走來走去的喔 往前 對不對 就看你要看哪個位置 好只是呢 如果你有做好 是比較方便的 我要看一樓 我要看二樓 你就看看你要看到哪邊 你就可以自己去做切換 然後你要看外面的地板 這是地板的 這樣有沒有發現 所以這個是我們用水泳沾滴一個蠻大的好處 就是 看起來像學了 這樣的軟體之後你好像就怎麼樣 很多東西就可以做完了 有沒有這樣就可以稍微再靠近一點 OK嗎 這個是跟大家稍微補充一下 其實你從官方網站上 不只是只有看到 這些模型可以下載 你也可以把它就是 直接進去看 請問一下 如果你看到別人家喜歡的東西 可不可以拿回你自己的裡面 你覺得可以嗎 這個老師 都有點不太好 都教你去別人家偷拿東西 沒有教你用偷的 就直接教你光明正在拿了就走 我跟你講 你看我把它下載下來 把它下載下來之後呢 我從這邊好 開一個新的 假設你想要他們家的 就用這個 好 如果你想要他們家的 看哪一個家具 你喜歡的你就點到他 Ctrl加C 來這邊 Ctrl加V 這樣會嗎 這樣會不會太簡單 你看 你就 複製貼上就好了 這個臉盆就拿過來 所以去別人家 不用問主人同不同意 Ctrl加V 貼上就好了 就可以拿回你們家自己擺 而且都不用花錢 多好 這樣清楚了 所以他的好處就是 打開了之後 是這樣就可以用 那既然講到打開 我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如果你用的是 我現在提供這個版本 是不用安裝的 不用安裝的 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 我們剛剛下載的這個模型 你可以看到 這樣子 有辦法直接打開嗎 沒辦法 因為他不認得 這是用什麼程式打開 這樣了解 如果你用 我們這種免安裝版本的話 請你 怎麼樣 用開啟救檔的方式 來這邊 開啟救檔 這樣了解 等於說你程式要先打開就對了 如果 是 程式沒有打開的話他就不知道我要用什麼應用程式打開 所以你必須用開啟救檔 然後去找到你下載的位置 最近的 下載 有沒有找到SH3D了 這樣我再把這個模型檔案打開 你就沒辦法就直接點兩下打開 這樣清楚了嗎 所以你看我們在後面這裡 這個 有沒有剛剛那個 模型就進來了 他們家還蠻多樓的 到這邊 所以你喜歡哪一個 路燈我喜歡 你就自己把他帶走 就可以了 這樣 還了解嗎 所以我們剛剛稍微 讓大家了解一下 你要建立新的檔案的時候 也可以 藉由 內建的版本 或網路上下載的 別人找到了 就直接把他借用過來 這樣就比較快